嚇死人嘛 這立法院裡面洗身褲是在創造 洗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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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頭還創造 立法院本來就有慣性 不是 他如果在研究室裡頭搞這些 你可以想像一下就是說 他的研究室 不管用完的洗頭髮的水 洗澡的水 那水要排去哪裡 那水要排去哪裡 用一個民館嘛 因為那不可能再歐了嘛 那是骨雞嘛 立法院有地方可以讓立法院洗身褲嗎 有啦 有啊 中心會館裡面有 只是你要走過去嘛 對不對 我們青島背的都沒有 青島比較舊啦 一棟跟大棟那棟黑色的那棟有啦 第二 立法院院都有會館嘛 對啊 陳語臣金門一定有會館啦 一定會館的嘛 就是說你如果住台北 第三就是說 因為陳語臣是金門啦 所以他在台北也沒在照顧啦 你如果說台北旗 新北旗這些立委 招招招招招來開花怎麼 先把自己的服裝一同經歷一下 不過他把這都是立法院的辦公室 自己用就好了啊 所以他現在弄這個 他現在當然否認啦 否認說他沒要用這個 可是他自己就發聲明了第二點 他說 第二 因為這個是試定古蹟啦 所以相關單位確實也有來研究啦 但是呢 因為不能破壞古蹟啦 研究什麼啊 你青島二館到看了百人 無家會受雜誌的 沒罵 你看他 立委中逢的錢也僵了三十萬而已 你如果像頂屋這種這麼Q 這麼散的 我還沒開完 不然他的桌子 椅子都去幫忙 我都去庫房搬那個 養工剩下的 他買新的嘛 不用錢 搬來用就好了 對不對 你不要說出來 可是在立委辦公室我本來想說 那直播嘛 用直播室可能還OK吧 直播OK嘛 他是在問證嘛 其實直播室好 開直播室你如果說在裝飾可以 你不能直播室買二三十萬的 什麼攝影機啊 有預算嘛 對不對 因為其實每一個禮拜的電子設備都有啦 什麼iPad啦 什麼電腦多少幾台 都有啦 你如果自己還要買一大堆 攝影的設備 可能用這個就比較不適合 可能你旁邊要裝飾啦 要錠木板啦 要用什麼 什麼輸出口角要怎麼用 那就是裝飾會裡面嘛 但是不要用到太含 只要照這些雜誌 在周刊下陳毅正就是無到太含 在立法院裡頭搞這個 以前有人在辦公室搞這個 雲科大以前有一個教授 一辦公室裡面創浴缸 去淋浴空間 我們每天都在洗身工 一個女教授 這大家就沒辦法接受了 你看看 你看辦公室很多人進進出出的 你總部的官員來說 報告請問益貞委員在嗎 委員在洗澡 請你在外面等一下 這樣還沒看 根本就是亂七八糟 不是啊 我們公司的總經理董事長 也都沒有這樣子 立委可以這樣子嗎 領納稅錢可以這樣子 我們請教定語哥 因為他說呢 他是液流和體質 所以有頻繁沖水洗髮的需求 那我也想說 郁正委員是不是真的滿喜歡洗頭的呢 因為之前不是也是喇喇的 跑進了這個委員會嗎 好 重點是呢 他不只說好康道秀博 他還告訴其他藍委說 陳毅正跟他們透露說 這些不是為了我自己啦 其他人也可以受益啊 畢竟我再一年多就要轉換跑道了 去當金門縣長了 所以這些也是留給後面的人 一起來使用 可以這樣子嗎 我先頭後面講起 好啦 賈勝區當縣長 直接告訴你下一個立委 會像你一樣在立法院洗澡兼按摩 對 這也可以要選啊 第二個 金門縣民 現在就告訴你 你將來一定是縣長嘛 我覺得這個對人民的決定權 是一種親服 所以這算是一種兜售是不是 兜售告訴他為人 後面問我來你能洗嗎 大家會想用嗎 所以我回到一個根本就是 像你剛才舉到公司 公司行號是私人的企業 私人的場所 你要淋浴 你要按摩浴缸 你要按摩的老闆同意 都可以 我都沒有意見 因為你是花私人的 可是這個是納稅錢 立委是拿工費 場地是公家場地 我們到立法院是審預算開會 立法 今天在那邊弄一個 那個SPA 弄個按摩館 請個按摩師 到底跟立委職權有何關係 人民繳稅金 給他繳稅 請你這個民意代表 是在做這個事情嗎 那如果說好 退一萬步想說 沒有啦 那個我都用自費了 超過三十萬中央費 我SPA管的東西都用自費 公共的場地 立法院的地方 自費就可以 那我約連話 我們兩個去大安森林公園 我自費 蓋一個別墅我們兩個住 好喔 對不對 我們也可以去 萬瓶花園 這是不應該的事情 那所以 這個媒體一報 而且其實蠻多藍營的立委 都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不會知道 因為他不會留給我們 藍營的立委 可是這是抽籤耶 因為抽籤 下一次抽到的 他如果是 真的可以先選 我是補選的 那李佳凱要加油了 誰後面可以接 陳玉珍的辦公室 最後你再想想看 立法院的立委的辦公室 其實我都認為太小 我們助理要辦公嘛 然後會議室嘛 我自己的辦公室嘛 我都覺得太小 你這個 你這個淋浴間 跟按摩SPA 是用誰的空間 是用自己的空間 還是用助理的空間 空間已經很小了 然後再想像 在這麼小的空間裡面 官員進進出出 開會陳情民眾助理 簽法案 這很不方便吧 你要洗澡 聽到沖水聲 什麼水聲 有一個人在洗澡 你不覺得 怪怪 有點尷尬 我連光想像起來 我都覺得很 我小小補充一點 這個消息 如果出來 就是說因為陳玉珍 他的個性比較盧小小 他就一直喜歡盧 一直盧 他就跟你講說第一個這是骨雞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你去裝設這些水管設備 會破壞骨雞 而且很多是不可行 那陳玉珍的個性就會想 一直盧一直盧 就是盧 好啦好啦 所以那個我覺得是議事人員 就是立法院的工作人員有點不堪其擾 然後再加上說他可能一個盧不動 他就繼續盧 其他立委 一起來盧 對這一次才會爆出來 對才會爆出來 所以 因為他可能盧到人盡皆知 只有綠營不知 而且我不太理解 因為就是其實青島會館就是 那個立法院旁邊有一個很透明的按摩會館 我是一館 他是二館 對啦那個離按摩會館非常 旁邊有一個按摩館 其實你走路根本不到30秒 就到了一個按摩會館 沒辦法做SPA 對 SPA要有那個就是那種 其實我以為我人大大都很忙 旁邊有一家五星級的飯店 你去加入個會員 你要SPA要洗澡要散溫暖都有啊 我光想像那個畫面我都覺得 不要這樣子吧 重點他是骨雞啦 因為是骨雞所以不要再乳小小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爽是因為你破壞骨雞啦 所以請教大家 因為剛剛陳韻臻說是想要請按摩師來倒輔服務 所以他是不是都沒有設備 不是啊 你不是立委嗎 你請按摩師倒輔服務 為什麼不到你家服務 不是 他要把按摩師請到我們國會的研究室去撩鈴 沒有啦我覺得陳育申委員的初衷是好的 什麼 初衷是好的啦 他要體恤所有的委員 就是在議會 不管是質疑還是對話 不是 關我們什麼事 對 針對藍的 對藍的這部分 我幫業者講講話 藍的也不要啊 我幫業者講話 因為他那個隔壁 他這30秒就有一個按摩 旁邊有一個例子 很有名的按摩管 他從疫情之後 他的生意有點掉下來 所以其實坦白講 你應該要造福你們那個房間的業者 對啊但是我覺得究竟嘛 因為大家有時候抽不了身嘛 就是究竟趕快洗個頭 但是已經有相關單位來研議嘛 因為這是古蹟嘛 古蹟相關的規範是很嚴謹的 你竟然說是可以 我說初衷是好的 但是相關研究的相關單位說不行 那就是不行嘛 但是 在立法院跟議會弄的 初衷是好的 你也不用那個啊 梳頭啦 幹嘛那麼麻煩呢 初衷嘛 他沒有想那麼多嘛 但是規定下來就是不行 他可能會不知道 他說我們比較有戰鬥力 被攻擊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重點是裡面爆料的是來贏的立委 不行就是不行嘛 就是法規怎麼定就怎麼辦嘛 但是這一塊到底後續可以怎麼活化 我覺得郁政委可以再想想其他的 例如撞球間啊 撞球間啊 撞球間啊 他自己丟你 研究室不用活化 再來這裡活化 開會玩 不是撞球間 撞球做得多大 問題是辦公司好嗎 住體都用三層鋪在那邊辦公司 很多啦 本來就是古蹟活化 這是每個縣市政府 古蹟活化 你活化到國會裡面去了 古蹟活化 古蹟怎麼活化運用啦 我覺得是家愷活了 古蹟活化 我覺得呂家愷很久沒有上節目 他最近真的很拚你知道嗎 在幫同黨同志講話 不是因為我覺得 他有機會取代越言之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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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